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 一般患上糖尿病后 就得长期服药进行治疗了 如果停药后糖尿病就会复发 而且很顽固 所以治疗糖尿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其实糖尿病除了使用药物控制以外 还可以尝试通过一些食疗方法 来控制血糖的波动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对于糖尿病非常有帮助的食疗方 经常煮来吃的话 血糖一降再降 可以帮助你恢复到正常水平 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白萝卜 现在正是吃萝卜的季节 俗话说东吃萝卜下吃姜 可见萝卜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白萝卜是一种很家常的蔬菜 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 白萝卜主要的成分是水 以及少量的碳水化合污 蛋白、纤维素等 基本上不含脂肪 而且白萝卜它是属于低糖的食物 适量的食用白萝卜对糖尿病患者 非常的有益处 白萝卜中的维生素、矿物质、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含量特别丰富 适当的食用可以满足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而白萝卜含有纤维素能够促进排便 消化不良时食用白萝卜可以促进胃肠道蠕动 有利于排便 而且白萝卜属于低糖食物 其主要的成分就是水 基本不含脂肪 糖尿病人食用不会引起血糖迅速升高 能够避免血糖出现比较大的波动 对于控制血糖有一定的作用 因此糖尿病患者可以经常的吃一些白萝卜 白萝卜我们只需要一小节 把它切成萝卜丁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根的苦瓜 苦瓜可以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从食物的角度来讲 苦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 而且含有的脂肪含量和糖含量也是特别低的 平时适当地吃苦瓜能够有效地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 而中医认为糖尿病人吃苦瓜有很多的好处 苦瓜当中含有苦瓜皂肝 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 有人称苦瓜为植物胰岛素 因为它具有刺激胰岛素释放的作用 有助于控制血糖和预防糖尿病 苦瓜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氨基酸 适当地食用苦瓜不仅可以辅助降血糖 而且还能够提高机体免疫力 缓解疲劳 所以糖尿病患者摄入苦瓜有利于缓解对微量元素缺乏 同时还能够增加上食纤维含量丰富 可以很好地改善糖尿病患者仓后血糖的波动 同时增加上食纤维含量 如苦瓜或一些绅士蔬菜、芹菜、韭菜、菠菜、菠菜、西兰花等等这些食物 都有利于糖尿病患者对血糖的控制 同时还能够改善便秘 延缓胃排空的时间 增加胃的保护感 可以有效地控制恶性糖尿病患者的体重 改善移岛素低下 所以苦瓜一类的食物对于糖尿病患者是非常有利的 苦瓜我们只需要一小半就可以了 去除瓜然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先放在一盘备用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个死皮洋葱 去除老皮后 把它头尾去掉再切成小块 洋葱是一种低热量、高纤维的蔬菜 食用后可增加饱腹感 减少饥饿感 同时洋葱还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有利于食物的消化与吸收 洋葱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 糖尿病患者适量的食用 可以为身体补充营养 有利于身体健康 洋葱中的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 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酸酯含量 有助于控制血糖 同时洋葱中的微量元素 还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 有利于血液流动 对于预防血酸形成有一定的作用 糖尿病患者常吃洋葱 有非常多的好处 洋葱里面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能够起到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 降血脂首选蔬菜一般就是洋葱 洋葱适合所有人食用 更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 洋葱里面的热量特别低 虽然它是有一定的甜味 但基本不会影响糖尿病的血糖波动 洋葱我们只要一小半 把它切成洋葱丁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把的芹菜叶子 芹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是很常见的蔬菜之一 它不仅口感清爽、营养丰富 而且还具有非常多的药用价值 特别是芹菜的叶子 虽然往往被人们忽略 但其实它是一种天然的降糖药 在中医理论中 芹菜的叶子具有清热、解毒、降血糖、降血压的作用 这主要归功于芹菜叶子中的多种营养成分 如黄酮类物质、膳食纤维、矿物质和维生素等 这些成分可以帮助人体清热、解毒 提高机体免疫力 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糖和血压 中医认为芹菜的叶子性凉、胃肝、心、入肺、胃、肝、精 具有很好的瓶肝、清热、逆尿、消肿、凉血、止血等等的功效 在临床上经常应用于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咳喘、尿毒症等等的疾病 芹菜的叶子中富含上时纤维和黄酮类物质 能够抑制肠道吸收葡萄糖 降低血糖水平 研究表明 常吃芹菜可以有效地控制血糖 并且预防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发生 芹菜叶子把它清洗干净 稍微的切一下 接下来我们把锅烧热 加入一点点植物油 先把洋葱、苦瓜、白萝卜倒入锅中 用锅铲给它翻炒一分钟 把洋葱的香味炒出来 在碗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先把食材煮上5-8分钟 时间到后 我们再把盖子打开看一下 一开盖就一股清香扑鼻而来 汤也煮成奶白色了 再把芹菜叶子加进来 煮上2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地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2分钟后我们加入少许食用盐和一点点生抽 简单调味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汤用到的食材都是热量非常的低 特别适合糖尿病人去食用的 可以很好的延缓 残后血糖的升高 让你的血糖保持在平稳的状态 经常吃不但可以降低血糖 还可以降低血压 降低胆固醇 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非常的有益 喜欢的朋友就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